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的效果 首先运行一下程序 那么首先是这一个辞职信 也就是你写了一个程序 向领导辞职 然后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同意以及不同意 对吧 这一个领导辞职的话 肯定是不给你同意 所以鼠标放上去 结果这一个会移走啊 之后你总是去放的话 其实是找不到这一个按钮的 那么这怎么办 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关闭程序 所以直接关闭一下 结果提示我们此路不冲 对吧 也就是你不同意 就不能去关闭这一个程序 那么只有同意 只有同意之后的话 我们其实再来关闭 它也是不能关闭的 就只有同意之后 下面会有一个退出的一个按钮 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整个程序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要想要做的一个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页面给他截图一下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首先截图这个大小的话 大概是一个500x300的一个大小 然后里面有一些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 停止一下 所以停止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来运行第一个 在这个里面的话会涉及到一些素材 像这个图片图片图片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 代码呃 代码在这个代码里面的话 第一件事情是导入 tk inter import tk inter 爱置为tk 那么首先去创建一个root对象 root等于一个tk 点上一个tk 在这个地方 点上一个tk 那么我们rootroot点上一个进木区 我们创体的一个大小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500乘上一个300加上一个100加上一个100让他出现在左上角的一个位置 呃之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去写他的一个标题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root点上一个title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一个辞职性呃辞职性 那么我们root点上一个man loop 然后把这个窗体给他显示一下 我们看一下窗体有没有出来啊 好了穿你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来写内容的吧 呃整个内容的话 布局稍微复杂一下 因为点击同意之后他会跳转到第二个页面 所以我们就必须用一个页面一页面要给他装起来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幅员 呃幅员一的话直接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幅员 幅员里面布局的话是一个root对象 那么我们幅员一个他怕克一下 呃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一个啊本子吧 像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喜欢在本子上面做画啊 那么这个frame一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本子上面第一页子 其实我们除了要第一页子之外 我们还要用第二页子啊 就第一页子画满之后的话 我们要把第一页子给他翻到第二页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frame去进行一个切换啊 第二页默认是不显示的 所以我们默认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布局啊 那么我们先把第一页给他画满好吧 第一个的话应该是这一个尊敬的各位领导对吧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就直接给他加一下 所以是一个tk tk点上一个label tk点上一个label label里面的话首先是布局在布局在这个第一页子上面就可以了 之后里面的话我们给他一个tk tk里面是尊敬 尊敬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领导然后后面加一个冒号 之后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调一下他的一个字体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font啊 font大小的话给一个24 然后他这个地方左右两边是有一个编剧的上下有是有一个编剧的 所以给他一个padx等于一个30 然后再给他一个pady也等于一个30啊 之后我们去布局的时候是c的点上一个parkpark的话 我们这个文字应该是左右布局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c的c的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left 然后在布局的时候我们对齐方式应该是这个文字应该是朝 上方对齐的 所以是一个onco nco啊 onco的话是等于一个tk 点上一个n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写好的第一个 呃第二个的话是这一张很滑稽的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我们要找到这里面是这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用加载图片的方式把它给加载出来就好了 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加载一下图片i mgmg的话是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photo啊 photoi image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填一下他的一个feerfeer的话直接是等于的话我们是一个 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一个freeware啊 那么之后我们给他显示一下这张图片的话我们直接给他一个 类包类包然后给他一个i名记 类包mg直接是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类包类包里面的话我们布局到还是布局在这个fram1里面 走mgmg等于i名记然后他也要去设置一下这一个边框以及边局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给一下在这个边局的话我们大概给他一个三十三十 然后边框的话bd我们给一个零就好了不需要他的一个边局啊然后把它给布局一下 啊布局的话也采用上面同样的一个方式吧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一个label image 然后他也是一个像左对起然后是朝上方军动好的 之后的话还有一个这个辞职人振兴的话就稍微难处理一丢丢啊因为他 这个地方辞职人在下面对吧那么我们首先也是一样吧就是tk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辞职人 辞职人呃辞职人 真心啊真心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是自体自体的话在这个地方是二十然后他的一个判定 判定x判定y放特是一个二十四判定y的话就不需要了在这个地方上下的话我们也给他加上吧然后还有一个给他的一个高度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给他一个height height的话给他等一个二十五然后子体是二十四然后我们这一个布局布局的话这一个应该是布局到下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吗安康给他一个s在这个地方的话安康要丢到里面来了 因为是在整个容器中的一个下方所以给他一个s在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他怕个好的之后给他来运行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就调整好的吧整体的一个布局辞职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处理好的之后的话接下来是这两张图片的对吧这两张图片的话他是要服在我们整个页面上面这种布局方式只能用place绝对布局去操作了啊那么首先我们来读取两张图片吧一个是yes i 门家yes 门机的话和上面是一样的那么我就借鉴一下这一个方法啊 一个是yes 门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yes yes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low这个地方low的话我们是不同意对吧那么是一个low 好了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两张图片接下来是两个按钮那么是一个yes 他的一个btn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button bott还是布局在这个frame1上面的布局在这个frame1上面然后他的一个immgmg的话等于一个yesmg然后里面设置他的一个属性bd的话我们也等于一个0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lowlow 然后是一个low btn low btn 啊这样我们就写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布局啊布局的话大概是在这两个位置的话算一下是我们相对于整个页面的大概多少 呃在这个地方的话一个是0.3一个是0.7吧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在这个地方一个是0.3然后大概是30%70%啊距离顶部的话大概是80%的一个距离吧那么我们可以去布局了所以是一个yes btn 呃点上一个place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绝对布局绝对布局我们是21lx 相对我们x的一个位置大概是30%左右然后21l y相对于y的一个位置大概是80%所以是0.8 这我们布局的时候应该是居中布局的所以是给他一个onconnchoroncon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生巧就好了 啊之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个地方变成一个0.7了然后他布局的话应该是一个漏对吧应该是一个漏然后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呃在这个地方的话页面就布局出来了像同意不同意对吧呃但现在是没有事件的事件的话我们放在下一部分来进行一个讲解那么第1个页面布局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要布局第2个当我们点击同意的时候他要跳转到第2个页面对吧 啊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内容运行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同意他要跳转到第2个页面那么默认的情况下我就我就不显示第1个页面我默认直接去显示第2个页面好吧 在这个地方默认的话我直接去显示第2个页面那么应该是啊空空啊什么都没有吧空空如也吧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辞职性然后看一下 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是一个帕克一给他取消一下布局然后直接布局一下这个帕克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呃那么我们来这里里面去布局一下这个里面的话应该和我们刚刚 第2个页面是一样的对吧这个页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给他截图一下 呃这个的话就稍微更简单一些吧因为里面就就这么一个文字然后里面是这一些数据我们就直接来在这个福音二里面 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去布局一下他里面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给他一个tk tk 点上一个雷伯雷伯里面给着他这一个夫人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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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文字 txt 对吧然后 txt 的话我们给他来一个换行吧因为这串文字比较的长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我们给他加一下 呃直接复制过来那么我们给他处理一下好了复制过来之后的话我们最终是需要进行一个 帕克去进行一个布局的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吧先看一下这个效果运行一下 这个效果大概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效果出来之后的话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些 内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文字样式给他调一下那么我们首先来调他的一个字体啊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font 然后是一个font放头我们直接给他等于一个黑体因为他要 黑黑体的话我们给他一个148号的一个字体148号的一个字体之后对齐方式的话我们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左对齐的所以是一个justify 就有st justify 加是提法这个地方提法啊然后是等于一个tk点上一个left tk点上一个left之后再设置一下他的一个高度height我们直接等于一个300啊然后他的一个情景色就是这个字体的一个颜色fg 我们直接等于一个read因为他是一个红色的然后给他一个pad直接等于一个50啊这样的话大概就能调好我们整个样式啊然后给他运行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出现了这一个内容对吧那么出现这个内容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退出按钮按钮的话我们在下面直接给他加吧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tk点上一个button button里面的话我们是一个frameout那么给他一个文本txt然后等于一个退出退出之后的话我们给他一个指令因为最终我们点击退出他要退出整个程序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给他一个root点上一个quit就行了quit默认就会退出啊 最后在这个地方给他一个place绝对不绝大概的话在这个位置是一个零点八零点九的一个样子吧所以我们给他一个i lx等于一个零点九 然后i lx等于一个零点八零点八零点九差不多了然后给他运行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了对吧点击退出他就结束掉了啊那么这个的话是关于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边写把上面的给他注视掉然后我们还是先显示第一个页面 那么页面的一个逻辑的话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到逻辑的边写